小腾反应,他姐姐四年前得了一种疾病,叫红斑狼疮,今年春节之后,一直在吃完美的保健品,对方说可以把身体调理好。 6月13号那天,他姐姐在完美店里做调理,人突然没了。 小腾的姐姐今年30岁,6月13号那天,他们家属接到完美杭州消杀品文件店打来的电话,说人不行了。 小腾的姐姐四年前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,这是一种刺失免疫性疾病,表现为发热,皮疹,血液系统受累,肾脏损害等。 按小腾说,他姐姐前些年都按时就医,病情一直得到控制,今年春节之后,开始频繁到品文街上的这家完美门店,拿回家的就是城乡城乡的保健品。 姐姐出现口腔溃疡,小腾认为是病情加重的表现。 小腾说,母约分他姐姐口腔里开始出现溃疡,这其实是病情加重的表现。 小腾提供的聊天记录,说是完美店里的一个人,跟他姐姐说,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。 蜘蛛都在完美,第三天出了事,小腾,第一个他们一直误导我姐,吃这个完美的产鞋,把我姐的病情耽误了。 第二,他们把他接过来,让他加量吃,慢慢恶化了。 完美杭州小商品文街店,工作人员,这个我们不方便。 一切等调查结果,就是等调查结果,这个没关系的,就是等调查结果,持住都在你们店里。 这位工作人员后来说,却联系下店主,直接上了楼,但之后就一直没有下来。 敲门现场,你锁上门干嘛,开下门,你不是说打电话叫负责人吗? 小腾找到了店主的电话,有两个号码,但打过去都是关机的状态。 完美中国总部,事情仍在调查,不予回应。 针对小腾的其他疑问,完美中国方面称,调查结果没出来,不予回应,后续会跟家属做好沟通主理。 目前小腾,已经将此事摆认了当地卫生部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换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